宝映元年 唐回大军攻破洛阳 身边仅属于百姬的史昭义 被逼逃往墨州 行至广阳入关时 又遭到守军拒绝 史昭义被逼无奈 只得绕到温泉山 却被又尾随而来的李怀仙追上 在四面楚歌中 史昭义于临终挥剑 自吻结束了自己生命 自此 唐朝肆虐尽八年长久的安石之乱 终于被平定 唐朝也迎来了短暂的中兴 安石之乱 是由唐朝由盛转帅的转折点 长达近八年之久的安石之乱 不但毁得了唐玄宗李隆基 一手建立的开源盛世 更是连他的爱飞扬玉环 也断魂马为波 而对于唐朝百姓来说 安石之乱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旧唐书记载 宫世焚烧实不存一 百曹荒废 存无齿元 大世人杜甫 在他的三立三别之一的无家别中 也写下了 季末天宝后 元炉 蛋糕梨 我李百余家 试乱葛东西的试剧 足以证明这场旷世大战 对普通百姓的影响 安石之乱爆发前期 唐朝军队节节败退 完全不是燕军的对手 仓皇逃窜的李隆熙 纵然万般不舍 但也只能让杨贵妃出来背锅 让一个女子当了朝廷的替罪羊 更严重的是 此时的唐朝 已经陷入了宦官善权的局面 朝廷为了避免 再次出现武将叛乱的局面 启用宦官担任朝廷大军的监军 殊不知 此举反而差者将唐朝 陷入覆灭的深渊 当时 有能力与安禄山一战的朝廷大将 有两个 一个是高先知 另一个是封长青 这二人都是唐朝名将 也曾是朝廷最后的救命稻草 可他们二人 却被朝廷派去监军的宦官 鞭令城诬陷而死 安石之乱爆发初期 叛军势大 朝廷大军不能抵抗 在封长青仓促战败后 高先知决定退守通关 鞭城令得知消息后 向唐玄宗邀功 急不可耐地写了一封密奏 上报朝廷 说 长青以贼谣众 而先知 弃闪地数百里 又盗检军事粮刺 唐玄宗老年昏庸 居然相信了这鞭令城的鬼话 于是鞭令城密令 除掉封长青和高先知二人 封长青战败 其实情有可原 因为他仓促间招物的士兵 都是些贩服走卒 没有一丝一毫的战斗经验 根本不可能是安禄山精锐大军的对手 而且从之后的战况来看 高先知退守通关的决定 也十分正确 奈何唐玄宗却不相信朝廷大将 反而相信了宦官鞭令城的鬼话 最终导致朝廷自毁长城 在高先知和封长青被冤杀后 朝廷陷入了无将可用的尴尬境定 此时 唐玄宗已经悔之晚矣 人们常说 时事造英雄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 如果没有朝廷冤杀高先知 封长青 那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 绝世名将郭子怡 安史之乱爆发时 郭子怡正在家中为母亲守孝 虽然他很早就高中无举 入室总军 可一直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 哪怕他多次为朝廷 立下了汉马功劳 却仅仅是一个九元太守 在高先知 封长青死后 唐玄宗问朝中文武百官 何人堪用 大臣们这才想起 朝中还有一个百战百胜的郭子怡 此时郭子怡正在家中守孝 在守孝期满之前 是不可以入朝为官的 可唐玄宗哪里还等得了了 于是紧急下旨 以时局艰辛为由 夺情启用郭子怡 还给他封了魏玉亲 参与安北复大都护 领武郡太守 兼设御史中城 玄宗朔方节度复大使等等 一大堆的头衔 郭子怡复出后 果然不负众望 很快率军收复靖滇军 之后又接连击败 朝廷叛将周万倾和高秀岩 收复了云中 马懿等地 在安史之乱前期 朝廷大军屡战屡败的情况下 郭子怡的胜利 让朝廷看到了希望 然而彼时的唐玄宗 已经不负年轻时那般英明神武 继位的唐素宗 对郭子怡也心存疑虑 怕他成为第二个安禄山 因此郭子怡的处境并不怎么好 自从唐素宗继位后 一方面重用郭子怡 一方面又处处提防郭子怡 这样郭子怡的处境十分被动 在与安禄山叛军交战时 也常常施展不开手脚 而且虽然郭子怡先后克服两京 连打了好几个漂亮的胜长 逼得安史叛军 不得不采取守势 可唐素宗对郭子怡却越发的顾忌 甚至还派宦官于朝恩 去郭子怡军中担任监军 因为郭子怡处处受到钳制 导致唐军向州兵败 他也因此被迫解除兵权 卸甲归田 上元二年 李光碧兵败满山 洛阳再次失仇 黄河以北的战局再度对朝廷不利 唐素宗对此十分羞愧 认为是自己不信任郭子怡 才导致了如此局面 于是唐素宗诚恳地给郭子怡写了一封诏书 对自己进行了检讨 希望郭子怡能够不计前嫌再次出山 这次郭子怡临危受命 很快就平息了局势 接连收复了墨州 河阳等地 可这不久之后 随着唐玄宗 唐素宗的先后去世 郭子怡的处境又变得岌岌可危 新继位的唐代宗在宦官的挑唆下 又对郭子怡产生了怀疑 再次解除了郭子怡的兵权 郭子怡于是当着唐代宗的面 将唐素宗留给自己的诏书拿了出来 指着上面的文字读给唐代宗听 唐代宗听了十分羞愧 当场立下毕生不移郭爱卿的誓言 随着史昭义兵败被杀之后 安史之乱也终于被朝廷平定 郭子怡作为头号功臣 自然也得到了朝廷的封赏 可俗话说得好 半君如半虎 有过前面几次的经历 郭子怡已经预感到功高震主的下场 再加上历史上有这么多前车之见 所以连郭子怡这样的中兴名将 也不得不自无保命 于是郭子怡是分阳王 后来又被尊为上副 进封太尉 可以说是为其人臣 然而在这风光外表之下 其实隐藏着极大风险 在他之前的几位唐朝名将 如戈书汉 高先知等人 也无一落得好下场 而且经过安史之乱后 朝廷对武将的忌惮也是日益严重 有见于此 郭子怡不得不自尽 郭子怡不得不将自己沉溺在酒色之中 年过八十仍纵情酒色 小心翼翼地活到了八十五岁 历史上鸟尽工藏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像郭子怡这样 能够得到善终的中兴名将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这就是一代名将郭子怡的智慧人生 如果不是他不惜以自无保全性命 恐怕最后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